是法門 耳根言通 我们上次曾经有讲 可是没有讲完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的管理说听不懂 接次的时间不多 所以那个时候一讲下来 里面虽然会觉得说 内容是很充实 可是因为听不懂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没有再讲 因为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了 可能现在来讲 会听得懂 或许又讲慢一点 一定也要能够懂 因为耳根言通 对我们修道非常有帮助 我们能够实际的进入 那个修持的阶段 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 各位手上都有 这个古观世音佛 教观世音古上 因为我们要了解 这个同一个华号 那个名称相同 所以这个观世音佛 是古时候就已经有 然后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 那个是 言通古佛又来发生以后呈现 带领这个昆道来修道 所以我们了解说 都是同一个名号 所以古时候的观世音佛来教 这个观世音菩萨 那么现在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 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个奏下的上手 这个观世音菩萨 那个下手 各位前选是谁 对就是大四字菩萨 这个上手是观世音菩萨 下手呢 就是大四字菩萨 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 闻生就苦 然后大四字 就是要我们了 实际的去实行 所以这个三佛 我们在看的时候 都是三佛一品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了 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 然后呢 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们波勒妙智慧 然后大四字菩萨 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行持 都是在我们身上 所以三佛一品 那我们后来的 那个释迦摩尼佛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佛心 然后呢 文师菩萨 就是我们波勒妙智慧 然后呢 普弦菩萨 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实际啊 去做的行为 就是普弦 就是要去做 都是三佛一品 就在我们身上 这样各位前前可以听懂 懂意思吗 借着那个外佛啊 来启发我们内心 那我们内心呢 本来都具备 我们这个三佛一品 这样懂意思吗 懂不懂意思 所以哦 我们上个礼拜啊 最后一个问题啊 有讲 佛法本根源啊 起从何处出 有没有印象 那个神会啊 在问六主 说呢 这个佛法的根源啊 起的时候啊 从什么地方出来 有没有印象 然后呢 那个六主就回答 肉论啊 佛法的本根源 佛法的根源 一切的众生啊 心里出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所有佛法 所有的佛 都从一切的众生啊 心里面出来 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 佛法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 佛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 所以我们要呢 来启发我们自己的 那个心里面的佛 这样留着意思吗 会很深吗 因为我们都会追求外面的佛 不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啊 就有一位很亲切的佛 就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佛法的根源啊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启发 所以我们先认识啊 再反尘 生活的心 我们再反尘 那个生活的心啊 是我们六根 对六层 产生六四 那六根六层六四啊 三六一十八 这样把它汇合在一起啊 就会形成十八层地狱 我们都讲十八层地狱 对不对 那就是从六根对六层产生六四 所做下来的事情 就是进入十八层地狱 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啊 六根六层六四啊 不要拿来修道 拿来修道 对我们道修不成 所以哦 要各位万年都放下 一念不生 这个时候没有六根 没有六层 没有六四 全部没有了 叫做没有心 心都没有了 叫做道 所以那个时空山 日本本性 本性传师啊 就讲无心是道 那个无心啊 就是没有四心 六根六层六四啊 产生的四心 我们都不用 叫做没有心的 那个没有心啊 就已经呢 就是道了 已经就是不生不昧的 那个 irgendwann 那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半年放下了,因为不生,全部就是不生不寐的珍惜。 这样有没有认识? 是不是或许一开始讲,就一直这样讲? 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跟层相对的,因为它会变化。 我们的跟,各位前选要了解到,我们六根一样变化。 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看的那个角度、形象,跟我们长大以后看的角度、形象,又不一样了。 小孩子他看的近,把那个很小的东西看得很大。 等到我们长大以后,一样的景象,我们看起来变得很小。 所以在我们的六根来讲,它也在变化。 在六层来讲,变化更大,都是一直无常在变化。 那我们从无常变化的根层,相对产生的念头,那更是一直在变。 所以那个就叫不正。 不正就叫邪,叫邪见。 可是我们,假如说跟凡人讲,说我们的见解都是邪见,我们绝对不承认。 所以我们真正的看到,听到啊,摸到啊,自己切实啊,去行持啊,怎么会是? 学见。 那佛是站在真理的角度来说啊。 真理是不会变的。 我们的不生不昧真心佛心啊,它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就要从真理的角度,从我们不生不昧佛性的角度来看。 那要看呢,就是一定要万年放下。 万年完成的所有变的话,我们都放下了。 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恢复到了我们啊,本来那个不生不昧真心佛性的本体。 那真心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 我们看不见,我们也听不到,也摸不着。 可是啊,切切实实存在,要用领悟。 所以这个心灵神会,所以各位手上都有那个,那个如是我们的CD,有那个张轴秀才啊,悟道记。 这个里面呢,都是在讲,我们要怎么样启发,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 所以只要你看了,听了,知道怎么样修了,就叫摸着根。 摸着根,呈先咒佛,摸到根,瞎修息。 所以老前一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说,我们修到一定要摸到根。 这个很重要。 那或许因为,之前啊,这个是96年的时候,在北部讲的。 那个时候签写把它操录下来。 那或许说,这个性与心法不要漏入文字。 所以那个时候,或许并不主张,把它印。 因为说,以心传心,以心印心重要。 就是要了解重要。 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大概普度。 那或许又拿回来看的时候, 我说,这个可以来给一些没有机缘的,听到或许讲的,来看。 所以就把它印出来。 那个是台北的前选,一个字,一个字写。 它用那个学生听录音带,然后听了一句,就把它暂停,然后写,写下来。 在听一句,又把它暂停,再写下来,是这样出来的。 很有心。 那各位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CD可以听。 所以有一些字,没有校对就印了。 所以有一些错字。 考验我们自己的智慧,听了跟看了,把它连起来。 错了,你自己改过。 那个字,印错的话,你自己把它改过来。 这样就好。 因为要在校对,在印的时候,又要拖一段时间。 然后复学又很急性质,说印印就印。 结果印好了才知道说,有很多字印不对。 我说没关系,又有CD可以听。 那重点,都可以去抓到,抓到重点。 所以各位回去,假如说太没有时间, 接近我们这个心理心法班来听, 这个现场比较有契机。 没有办法来的话,就听。 那听那个张卓舞蹈记,张卓秀才舞蹈记, 就是比较没有接近,就是比较没有接近心理心法的听的会比较明白。 如是我闻会比较深一点,他比较讲信心理心法。 因为讲到真卓,那真卓假如说全部都没有接触的话,会有什么,不知道在说什么。 那张卓舞蹈记,很明白。 还圣圣寒凌共一讲,一听就明白。 所以那个就可以给没有机缘来听的人去听一看。 那个张卓秀才舞蹈记,各位手上都有吧。 要想多拿的话,我们两边都还有。 希望各位都拿,各位可以,个人都拿一叠回去,或者更高兴。 我会请比辅在印,会在印,看要多少,我们都印多少下来。 像这一次,这个耳根圆通,之前我们不是大家都有了吗? 那或许想说,有了一定也会忘了带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又印,而且又印了很多三百张,绝对够没用的。 那也希望各位都拿,拿回去给有没有,来这边研究人看。 那个很,里面的那个深度很高,能够懂的话,对我们绝对帮助。 所以这边,后绝对就先把那个背景讲一下。 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收佛世界,这个众生结的也很深厚。 所以到收佛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转法轮。 现在帮助弥勒祖师,弥勒佛来收约。 所以我们在那个礼节里面, 之前神经理后,再下来, 就把那个观世音菩萨摆在我们老师师母之前,对不对? 就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收佛世界, 众生很有缘分。 所以这边就有写下来, 所以收佛世界众生的缘分很深厚。 那么花怨要度尽炎伏体的众生。 我们这个南上部州,叫炎伏体, 也叫做红尘,红尘滚滚,减凄凉。 那个是佛学之前唱的歌。 那个歌词里面就这样, 红尘滚滚, 就是时间一天接一天,一年接一年, 然后我们遭遇的事,都很坎坷, 所以景色很凄凉。 那这个观世音菩萨, 说我们这个众生太可怜了, 他要度尽我们收佛世界的众生, 他才愿意成佛。 可是还没有度尽, 就已经成佛了, 南海古佛。 那所有那个地狱, 那个鬼粉, 那个地藏王菩萨, 他也要度尽, 没有度尽, 也事不成佛。 可是已经成地藏妇佛了, 也是成佛。 那各位就是要了解, 不是说他们希望说, 要有佛的那个狗位, 所以我们信奋之中, 都有慈悲兮舍, 最后一个就是舍, 舍就是什么都不要, 连那个名分狗位都不要, 所以释迦摩尼佛也是一样, 他那个狗位, 佛的狗位, 他也不要, 把他舍掉。 所以已经都不要舍掉, 可是我们众生, 不会说因为他舍掉了, 我们就不臣服他, 一样还是臣服他。 那我们完成, 都会执着那个名相, 那个名跟形象, 我们越执着, 我们就是了解说, 我们越狭爱, 一舍掉以后, 就很宽广, 非常宽广, 那我们了解说, 那个, 和观世音菩萨, 他也是一样, 说重点守在, 就是要度化众生, 把说佛世界的众生, 都度尽, 所有众生都成佛了, 因为众生本来都是佛, 都已经成佛了, 他才愿意, 成就, 那个是他的愿, 现在虽然已经成佛了, 可是他也没有舍掉, 他的愿力, 还一直在做, 一直在度化众生,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修主方法, 从吻师修, 这个吻师修就是三会, 三种智慧, 吻就是吻会, 然后师就是师会, 修修会, 都在智慧之中, 吻师修, 然后进入三谋地, 三谋地就是正定, 就是从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发挥出来的正定, 这个定很重要, 那我们团臣所修的定, 大部分都是难修易坏, 我们修了很久, 一下子, 一个声响, 然后一个景象, 就把我们的定破坏, 可是从我们的性分出来, 那个定完全不同, 像我们古时候, 都可以听到那个闲人在讲, 说那个富贵不赢, 有钱的不赢乱, 不乱用, 贫贱不赢, 虽然很贫穷, 很这个地位很低, 可是他的志气都不遗转, 然后威武不屈, 受到人家恐吓, 他也不害怕, 然后太三分离前, 刀记家一火不动生胜, 这个全部都是三母帝, 都是从我们佛性本身发挥出来, 所以那个就不受外境的影响, 我们外境不管好不管坏, 外境好不会骄傲, 外境坏不会沮丧, 这个真的就是真正的我们人生, 价值守在, 这个人他非常有自己的志向, 我们要追求, 就是要这个样子, 有定力, 从佛性发挥, 那外面的形象, 它一直在变化, 我们就不要管它, 不要在意, 所以我们从文师修进入三母帝, 那观世音菩萨把自己所修持的法门, 提供给我们众生, 收破世界的众生来修持, 这个很重要, 把他的好的, 殊胜的, 怎么修成的, 告诉我们, 那么底下就讲说, 人间的道路千万条, 修世至高, 就是我们在人生, 要追求的方向, 非常的多, 那我们要了解到说, 能够修到, 修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那个就是最高的, 不会后悔, 那我们追求完成的名利, 荣华富贵, 那个都是过远云渊, 很快就过去了, 纵然我们能够赚到整个世界, 可是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攻守让人, 都全部是别人的, 没有一种我们可以带走, 所以我们在完成的时候, 就要看清, 完成的这个现象, 我们在完成之中, 寿命都有限, 不过百年而已, 我们要在这里有限的生命当中, 我们做最无限的, 那个无量的那一种理想来前进, 不要追求这一些物质现象, 我们有的吃, 有的穿, 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 在生活条件, 越简单的话, 我们修到越容易, 那假如说我们越挑剔, 生活要够得很如意的话, 那我们的佛心就修得不光明, 因为互相对待就忽略了, 所以我们对物质的生活, 这个越简单, 越好痒, 果简易痒, 老主讲, 所以我们的生活很简单, 很好奇的, 各位千千, 好奇啊, 不错啊, 真好奇, 尤其我们修到, 随意而安, 真好奇, 不挑剔啊, 各位挑不挑剔? 有的吃, 有的穿就好了, 这个呢, 现在因为环境好, 小孩子很会挑剔, 真好东西好吃就不吃, 所以这个环境不同, 那我们呢, 就是要了解说, 在环城这些物质都变化无常, 不要在意, 我们在意啊, 就是不生不寐的真心佛现本体, 一定要全部把注意力都投入, 我们找一条唯一啊, 不后悔的选择, 就是修到, 修到就是不会后悔, 到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还会很高兴, 所以我自一生走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不后悔的选择, 那么能够活出人生最深的价值, 我们到环城来, 最有价值呢, 就是能够修道, 就是能够度众生, 这个是最有价值, 勤求无上的正觉佛道, 可以一老有欲, 我们在这一生之中, 一定要追求, 一事修就一事成, 一事就可以修成, 不用再来了, 我们自一生就是最后生, 往后不再来了, 我们往后不再来, 还成出生, 那自一生之中, 就千万不要造业, 造业会被夜推, 推到现象来还载, 那我们不造业就可以不来, 那努力把自己不生不昧佛性, 那个本体, 使它恢复光明, 本来就很光明, 那因为我们在环城造了很多业, 所以使它黑暗, 那现在使它又恢复, 所有那个佛性里面没有的东西都去掉, 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贪真吃, 那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就在贪真吃, 所以我们把贪真吃去掉, 去掉以后没有贪真吃, 就非常广泛, 我们那个佛性就可以发挥, 整个功能作用都呈现, 那么可以以十方之佛把手延翻, 就是我们可以跟十方之佛, 就是站在一起, 同等地位, 就是我们也成就了, 我们也成佛了, 然修持的法门一千万条, 我们要怎么修, 那个法非常多, 每一条那个光变法门, 都可以让我们修正成佛, 可是我们要找一条, 选择一条简单, 很简单, 然后很恶要, 然后又很容易, 又很快速, 决定成就, 这个就很重要, 然后收到这个简单, 但一, 耳根一门深入, 很简单, 就是从耳根, 一门深入,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从耳根来修, 耳根沿通, 刚才, 我学听到外面打雷, 又下雨, 非常高兴, 我说今天刚好要讲耳根沿通, 这个上天在帮助我, 下雨了, 打雷了, 可是我们开始讲又听了, 因为一下雨, 而且那个又很大, 寝盆大雨, 我们就可以听到雨声, 可以把我们那个佛性, 整个都呈现, 因为雨是整个都在下, 所以不管是我们, 这个左右前后, 全部都是雨声, 可以把佛性整个都拉出来, 又有打雷, 刚才各位有没有去遇到雨啊, 他有没有听到打雷啊,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我们耳根修很容易, 很容易羞耻, 因为我们这边很殊胜, 就是很清净, 这个叫做最高品质, 静悄悄, 那我们要了解, 这个听到静悄悄的是谁, 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那个耳根圆通, 虽然没有听到声音, 可是听到静悄悄, 静悄悄一样, 就是我们的佛性听到, 假如说没有听到, 怎么知道静悄悄, 就是有听到, 所以我们了解说, 耳根来修很简单, 简不简单, 又不敢回报, 太简单了啦, 所以因为太简单, 我们日用而不知, 日常在用, 可是不知道, 不知道咧, 我们佛性就在日常之中, 已经在运用,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所以就会发生问题, 那么说恶药, 第一个简单, 第二个恶药, 第三个容易, 第四个快速, 有没有, 然后呢, 说这个恶药, 就是入一无往, 入一啊, 就是进入道, 这个一就是道, 进入这个一就没有往, 入一啊, 无往, 懂意思吗, 那我们进入道, 进入道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那个望就没有了啦, 就没有望了, 那我们哦, 假如说没有进入道, 没有进入呢, 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就会有望, 那个望呢, 就是变化的, 完成的一些这个现象, 那我们会在意, 那我们会跟层相对, 产生心, 那个都是望, 那入一以后, 进入我们佛性本体, 就没有望, 那你有了解吗, 要知道哦, 文字虽然很简单, 可是里面的含义很好, 我们平常都在望之中, 就是我们哦, 那个啊, 佛性的功能作用, 它呢, 一直在变化, 它因为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们称呼呢, 叫做望, 不会说哦, 常驻啦, 不变, 常驻不变才叫真, 这样了解吗, 我们平常生活是在真之中, 还是在望之中, 都在望之中, 一直在变化, 所以哦, 叫望, 那我们进入一以后, 进入到我们佛性不生不昧本体, 就入一了, 就已经进入了, 就没有望, 这样有了解吗, 所以我们哦, 在做耳根言通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明白, 我们不是用耳朵的听, 不是用耳朵的吻, 而是用耳朵的吻性, 第三个, 第一个啊, 听, 听是耳朵的功能, 第二个吻啊, 就是加入, 我们听到声音, 加入我们的意识, 那个叫吻, 那个也不要用, 然后用第三个, 就是吻性, 吻性的, 就是那颗不生不昧, 没有对待, 没有变化, 可以听到, 会知道, 了了, 鸿鸣, 也知觉性, 这样有清晰吗, 要记住哦, 不可以用吻, 那吻第二项, 就是我们听到, 然后产生心意识, 那就是把我们的情绪, 都沉下去, 那我们都在这种情形的生活, 我们都在这种现象之下, 我们听到声音, 加入我们的心意识, 那我们的心意识, 变化很大, 所以不要用那个, 用那个, 来修不行, 不可以, 一定要用吻性, 吻性也就是绝对的, 它没有对待, 没有变化, 这样了解吗, 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启发它, 都没有认识它, 以为说, 我都听到, 就好, 参加我的心意识, 都给它参加论, 那就对了, 不对哦, 那个不对哦, 那个是我们生活之中, 照页,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做来, 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 把我们的意思, 情绪都沉下去, 还再去发挥出来的行为, 那个都叫照页, 那我们用耳根圆通的时候, 是要用那个路一, 一, 没有对待, 没有两边, 这样了解吗, 听有没有, 有, 这样有点慢了, 说得清楚, 可以听懂的, 路一就无望,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自己心都要笃定, 那个不生不昧的佛心, 一定要启发, 我们启发, 不生不昧的佛心, 就是意, 那个都没有对待的, 在我们关联的方向, 一念不生的时候, 呈现的就是意, 那个聊聊昏明的知觉性, 那个就叫意, 那就是我们佛心的本体, 一定的我们要认识, 进入了, 进入佛心本体了, 我们就是要了解, 已经可以, 可以脱离, 这个生死的人悔, 六大人悔都可以透露, 你知道吗, 真重要, 所以我们就要, 在日常生活就把它启发, 把那个不生不昧的佛心本体启发, 然后入一就无望, 那个就是恶药, 已经进入无望的时候, 比六支根一时清净, 我们进入一的时候, 那个六支根, 就是眼而鼻舍身意, 全部都清净, 就是全部不让它当家, 已经一在当家, 你知道吗, 我们在生活之中, 为什么会造业, 就是让我们的六支根, 让我们的六根在当家, 眼睛要看, 他在痛苦, 他在痛苦, 嘴要吃, 胸要摸, 意念要想, 都是他在当家, 他在当家, 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都要把我们带那块下去, 所以我们不要让他当家, 用一用佛性来当家, 所以入一就无望, 那个望就是六支根, 六支根都清净, 都没有让他判手头, 各位前选, 现在在家里, 什么人在判手头, 一定有一个当家的, 有没有, 那个财政部长, 就是在判手头, 那我们的判手头, 要教我们的佛性本体, 让他来判, 让他来判, 就不正义, 不造业, 不受苦, 就解脱, 所以, 六支根, 就一时清净, 那么第三个, 荣意, 收荣意, 泛向根中, 血流缓稳, 这个荣意, 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那个耳根, 吻性之中, 吻性, 我们不是都是被外面引诱吗, 对不对, 现在我们把它旋转, 缓吻, 吻我们的自性, 这样会不会, 就是说, 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 不要去分辨那个声音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分辨, 能够听到声音的是谁, 这样会不会, 可以听到声音的就是我们的乎性本体, 不是乎性听不到声音, 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应用, 譬如说, 有这支车轻轻, 我们现在说, 这支车轻轻, 走过没什么有声, 受受到轻轻会听, 其实是说, 这支车轻轻轻, 好像当公公车, 走过来, 你弄弄, 我们都被这个现象引诱, 然后去辨别, 那个声音的内容, 这样就已经向外, 这个叫做顺流, 顺着外面流走了, 然后缓吻自性, 就是听到声音, 我们就要了解说, 听到声音的是谁, 这样会吗, 很容易, 对不对, 就是不要进入, 那个声音的内容, 而是说, 能够听到声音的那个, 那个就是佛性本体, 这样会了吗, 差别很小, 我们都, 比如说听到人家在讲话, 人家讲话, 我们会被他吸引, 都会去想, 他在说声, 然后从他讲话的内容, 我们去反应,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尤其他讲的夜小声的时候, 我们的喜康音越来越来越听, 然后听了以后, 会想说, 跟我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利害关系, 那如果有, 就会缺完, 对不对, 这个叫做已经顺流, 然后我们要旋转, 让我们能够听到讲话, 那个声音, 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听到的, 我们就是这样, 很简单, 我们简单的都没了, 都很複雜的, 人家讲什么, 讲得很复杂, 听得很深的, 你也一直在听, 对不对, 你把它旋转过来, 我可以听到, 那就是佛性本体, 这样会不会, 所以, 这个很容易的, 我们只要先留, 繁稳, 就是稳自信, 不要去稳那个繁尘事, 所以繁尘都是成功, 都是成老, 繁尘老老碌碌, 所以我们就是要备诚和绝, 把那个繁尘的事都放到背后, 把决性拿出来, 跟决性合在一起, 备诚和绝, 所以我们有时候和双掌一合, 那个就是罪让我们了解, 只要双掌一合, 因为我们那个右手做的事, 左手做的事, 都是繁尘事, 繁尘的事不做了, 合起来, 这样没法做繁尘事, 把繁尘的事都放到背后, 你现在双掌一合, 良心又掏出来, 就跟绝性合在一起, 备诚, 完成放到背后, 绝性, 绝性拿出来, 跟绝性合在一起, 这样就成佛了啦, 所以这边叫弦流缓稳, 就是稳自信, 那么收快速, 自路流往守, 自极命献前, 获恶书胜, 这个, 已经到达, 得真上内了,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很快速, 路流往守, 那个路流, 进入圣贤的末流, 已经, 牛流选入了三棘尾, 已经路流, 所以, 我且又把他这个解说, 我们所有的繁尘, 进入耳朵以后, 都不要停留在身上, 让他流走, 路流, 然后往守, 就是把那个能守, 都让他消失, 不要有能守, 就往守了, 路流往守, 所以很理想, 从路流往守开始做, 一直到极命献前, 极命献前, 就是我们, 那个不胜不胜的佛性本体, 已经呈现, 在眼前了, 就成就了, 所以很快速, 已经得到两个殊胜, 真上昧也已经得到, 那么底下, 就详细的收取内容, 收那个观神菩萨的, 那个耳根源头的内容, 从吻思修, 入三谋地, 从三会, 吻会, 思会, 修会, 进入正殿, 吻是耳式, 以及同时意识, 这个吻, 就是我们的耳式, 以及同时意识, 然后思修, 是独头意识, 那个思跟修两个, 是独头意识, 他没有掺杂外面的云脸, 是独头意识, 那么吻思修三会, 为进修戒定会, 三无漏学, 是阶梯, 我们要进修戒定会, 要有这个戒定会, 所以蛮重要的, 我们要有那个戒定会, 才能够进入, 那个三无漏学, 就这个吻思修, 然后戒定会, 蛮重要的一个阶段, 戒, 六主讲, 说我们自性里面, 就可以有, 从那个自性无灰, 没有不对的, 自性已经戒了, 从根源奏起, 最容易最简单, 那假如说我们从事项, 来倔的话, 那个就比较索碎, 都是比较不容易去达到, 那从根源, 从心里面, 心里面没有灰, 没有不对的, 这样自性就绝了, 然后这个心里面没有乱, 自性就定了, 心里面没有无明, 自性就有智慧了, 所以戒定会就在自性之中, 那个是最理想的, 可是我们一般都要收那个项, 那收项,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它比较已经粗浅一点, 可是我们也要了解, 也要知道, 从那个戒定会来修, 那个三五六学, 那么一级转环陆胜的正途, 要怎么样来转这个凡人, 然后进入那个圣贤, 一个正确的途径, 但是本法的宗旨在玄望归真, 而跟元通, 它的宗旨就是玄望, 把望都旋转, 然后归到真, 就是把假的都去掉了, 然后用了我们的真, 舍事用根, 把那个事, 认事的事, 就是舍掉, 然后用我们的根源, 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根源, 舍事, 我们认事的事会变化, 所以把它舍掉, 它舍命的, 然后根就有能生的意思, 根源, 从根源来修持, 我们摸到根就可以呈现作火, 所以从根来修, 不呢, 这个吻慧, 灰在讲我们的耳识,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吻慧, 吻思修, 那个吻, 吻慧, 我们听到, 就是要了解, 它已经智慧在里面, 听到以后, 智慧就具备了, 吻慧, 吻啊, 里面有智慧, 所以听到, 是实义, 上次我们是真理的, 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 不是我们耳识, 那么哪一只耳根, 这吻慧, 就是我们耳根里面的那个吻慧, 不生不昧的佛性, 那么不生不昧的佛性, 内不随昏北的耳识, 外里不吻手吻的生成, 就是里面, 我们那个心意是很强, 可是你不要随着它, 不随昏北, 那个昏北心, 那个心意是, 昏北心, 不要随它, 那个耳识, 产生的昏北心, 我们不随着它, 然后外面, 不吻, 就是不进入, 那个所吻的生成, 那个声音, 那个叫成, 六成之一, 这样了解吗, 各位前选差别很小, 我们去吻生成, 跟用我们那个吻性, 吻性跟那个吻生成, 它差别很小, 刚才霍学讲, 我们去辨识声音的内容, 那个叫生成, 就是完成, 那个完成的, 会污染我们佛性, 所以我们是要旋转, 旋转那个吻肌, 吻的动机, 就是谁听到, 就是佛性听到, 就是要抓着这个佛性听到, 可以了, 不要去随着声音, 一直在流转变化, 因为声音会有变化, 会有流转, 那我们不随着, 这样了解吗, 一定也要详细的了解内容, 我们作恶跟言通, 就怕我们变成在追外面的生成, 那这样的话, 做不成功夫, 所以要了解说, 是要用吻性, 听到的是谁, 那个重要, 就是吻性, 不生不昧的, 没有对待, 那进入生成以后, 哇, 那就千变万化了, 有一些声音, 会引起我们很高兴, 有一些声音, 会引起我们讨厌, 那我们有高兴, 有讨厌, 我们就有取舍的心, 取舍的心一出来, 我们就造业, 我们造了业就要受苦, 就连带一直下来, 那很威胁, 这个地方很威胁, 所以我们就不要进入, 内不随昏北而私, 就是心理事不要, 不要用, 内不随心理事, 然后外面也不随生成, 这样知道了吗, 一定要了解它的内容, 就是要把我们佛性, 这个不住在身里面, 要使佛性出来, 只要你一听到, 这个外面的声响, 哪个地方有声响, 佛性在哪个地方, 这个是耳根, 之前我们有讲眼根, 就是蠻眼本灰色, 有没有, 讲眼根, 就是文书常出目, 还记得吗, 记得, 就是我们眼睛所见到的, 我们假如说是以为眼睛看到, 那就变成很狭隘, 那假如说是我们的佛性看到, 那就很宽广, 那佛性看到, 就已经是启发文书, 文书已经出来了, 那文书的妙智慧, 让我们佛性呈现, 所以看到众生, 你看都不同的面孔, 一样七孔, 可是大家都不一样, 大家不一样, 我们都了了分明, 对吧, 了了分明的知觉性, 就是一, 就是道, 就是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这样有清楚吗, 有没有, 所以还心所在, 一切精能分白明了, 你心在哪里, 你都清清楚楚, 那个就是真心所在, 我们用眼睛在修, 更容易住向, 所以用耳根就比较理想, 所以耳根严通, 不只有观世音菩萨, 文师菩萨他也讲, 他也是从耳根修成的, 文师菩萨自己讲, 就在我们耳根严通的, 那个最后面, 文师菩萨自己讲, 最后面那一段, 文师菩萨讲说, 我也是从耳根修成的, 那个最后面, 那个我们会讲到, 现在各位也是可以先看一下, 看那个文师菩萨讲, 所以我也是耳根修成的, 所以就知道, 耳根对我们帮助很大, 就是要了解他的, 实际的怎么做, 才可以, 要实在知道, 我们先启发自己不生不昧的佛心, 已经认识了, 认识以后, 才把它从身里面延伸出来, 不要让他只能躲在身枯, 都躲在身枯, 我们的身枯要让他夹在撒, 夹把我们撒去倒, 我们就在哪里现象, 然后我们现在, 把佛心已经启发了, 认识了, 然后就把它修持, 让他离开身体, 开始的时候, 紧紧就好, 然后慢慢的可以延伸, 延伸到很宽广, 然后宽广到整个虚空, 法界都遍满, 遍满我们整个真心, 那个时候, 这个身体的生死就不管怎样, 佛心已经都出来, 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枯还有天地, 水火风土嘛, 重炎气味借我用的, 我现在还给天地, 可是我们还没有启发之前, 就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死掉了, 你佛心要去读, 没底气, 所以一口气不来, 就满眼都黑暗, 没有路可以走, 那我们现在把佛心可以启发出来以后, 这整个空间都是我佛心的守在, 都是我佛心要走的路, 所以就很宽广, 那很宽广可以出来, 可以自己主宰的时候, 这个身体就环节天地, 就不用怕生死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关键点就在这里, 我们凡人都把佛性局限在身上, 所以身体就会很重要, 我们就贪生怕死, 因为死了以后, 又会被这个现象推, 所以我们那个台湾话, 都讲贵心, 死掉是不是叫贵心, 就是这个身又够一个身, 我们现在贵心贵心, 不不人已经贵心了, 贵什么心, 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完成手造的业, 做得好贵心的, 贵心贵心, 贵心贵心, 就可以当六月天, 或是去天神仙, 弘扬、麻祖、双神、土地, 都可以构成那个身, 那假如说做得不好, 贵心贵心的心, 贵心贵心的心, 贵心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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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传神的, 无事贵心贵心, 贵心贵心了, 过一个身, 都是在, 所以身体是天地的物体, 所以奉土重演技会, 借我们用, 所以我们一定, 要好好地借贵修正, 把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 修正出来, 很重要, 我们凡尘就是少推广, 所以我们众生, 六道人为不久, 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多推广的话, 使众生都知道, 本来都是佛, 可以跟整个宇宙虚空, 合在一起的, 可以成就的, 那我们就努力朝这个方向, 内内不随分别的, 那个心意识, 外内, 不管手闻的生产, 那个听到的声音, 只是要启发我们佛性而已, 不要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 但闻, 能闻是闻现, 能闻的闻现, 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像我都听到, 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所以那个叫做能闻的闻现, 会之闻会, 那个就是三会之一闻会, 然后聚本觉理起始节制, 本觉理就是我们不生不妹的佛性本体, 从佛性本体, 然后启发我们那个开始觉悟的智慧, 启发我们开始觉悟的智慧, 就是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制, 那个叫始节制, 开始觉悟的智慧, 就是不要用我们那个第六的那个意识, 意识不要用, 我们用了妙观察制, 所以妙观察制, 六主讲, 见为功, 就是见到, 非有为功用, 我们的妙观察制, 可以见到, 非有为的功用, 那么非有为就是无为, 那无为就是佛性本体, 那我们妙观察制, 就可以见到我们的佛性本体, 所以我们意识, 那个第六的意识不要用, 我们把它转成妙观察制, 就是来观察, 反尘的所有一切, 那么反尘的所有一切, 原来都是我们真心佛性, 这样的话就见到佛性本体了, 见到佛性本体, 那个叫做始节制, 已经开始觉悟了, 那个智慧已经呈现了, 那我们有开始觉悟, 就来观照本觉理, 本觉理就是佛性本体, 然后合于大觉, 非常广泛, 我们觉非常宽广, 然后到最后成究竞觉, 所以始节制观照本觉理, 合于大觉成究竞觉, 这样有印象吗? 有没有? 就看我们想不想做, 想不想成佛, 想的话就把第六意识, 我们那个福尸乱想, 那个第六意识, 把它转成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就是能够见到佛性本体, 来观照佛性本体, 然后让佛性本体合于大觉, 跟整个虚空相合, 然后久了以后, 就究竞觉, 觉已经究竞了, 到达目的了, 到目标了, 就已经成佛了, 这样有印象吗? 好像很沉重。 所以我们有这个始节制以后, 不着空, 不着有, 不着呢, 空, 就是完空, 不着空, 然后不着有, 不住向, 不住在形象, 这个不着有,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在凡尘的生活, 我们很容易着相, 着相就是有, 那我们很努力, 都全部不着相了, 可是却着空, 很容易都是两边, 不着有就着空, 着有不行, 着空也不行, 我们不着有, 不着空, 这样不空不有, 就可以进入中道, 所以那一次, 或许说, 到底各位是和尚还是和下, 那一个浅选说和中, 那个很理想的, 可以啊,和中, 中道就是不容易, 我们都容易养边, 像凡尘的现象, 白天黑夜, 春夏秋冬, 我们要是了解到, 我们是容易住相, 很容易着相, 那假如说, 我们很努力啊, 或像都不着, 可是呢, 却着空, 着已完空, 那我们要了解说, 着有着相不对, 着空也不对, 都不会成就, 不着有, 不着空, 不着一有一空, 不着非有非空, 那个才是中道, 中道就是佛性本体, 我们早已佛性本体, 回到佛性本体, 黑夜就已经成功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要做佛来就要代表, 努力啊, 就会成就了, 绝对可以成就的, 所以不着有不着空, 这两边都不着, 那么一味的还稳, 稳自现, 就是能够还稳, 稳自现, 就是回光返照, 时时刻刻, 我们都回光返照, 不要把精神外放, 我们很容易把精神外放, 被整个造化引诱, 引诱以后, 给我们所有的养分, 就会用光了, 就要赶快再吃了, 为什么有的要吃很多, 就是喜欢精神外放, 所以科学前显, 精神外放的厉害, 吃东西要吃得很多, 才营养补充的够了, 他不会胖, 吃很多还没胖, 有没有这样的人, 知道为什么吗, 就喜欢精神外放, 吃很多还没胖, 那就是喜欢精神外放, 才会吃不胖, 那假如说我们, 时时刻刻都回光返照, 肚子不会饿, 不会很饿, 吃也不用吃很多, 那个养分就会在身上,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造化都是在引诱我们的精神外放, 那我们精神意外, 意外放以后, 我们就会讲, 这个人都没精神, 有没有, 没有精神, 就是他已经消耗掉, 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养精蓄略, 精神都不外放, 不服事乱想, 就会累积养分都在身内, 那养分都在身内, 时时刻刻都是精神很饱满, 精神饱满的话, 比较那个灵智, 我们灵, 比较灵佛, 灵很灵佛, 我们会对真理的认识, 会比较容易进入, 容易透彻, 那假如说迷迷糊糊, 我们迷迷糊糊的时候, 这个不清醒, 不清醒对真理的认识, 就不容易, 那不容易认识真理, 很容易造业, 做错, 那业一造了以后, 就要接受果报, 接受果报就迷糊了,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要自己本身, 就是要努力进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这个回头是岸, 我们回光返照叫回头, 然后只要回光返照, 就已经到达清静的彼岸, 所以回头是岸, 肯不肯回头啊, 要到清静的彼岸, 才我们人生很加持, 那么位之, 还稳自信, 位之识惠, 就是我们有那个识惠, 那么念念玄望, 就是我们所有的念头都旋转, 把那个望都去掉, 不要, 就旋转到真的回来, 念念也都是真, 所以要托念内幅, 所以各位前一前, 有没有看过那个强力胶, 那很凉的, 尤其那个圣尖更凉, 圣尖看过没有, 一圣之间把你念得这样, 叼叼叼不开, 有没有, 那个强力胶, 我们要托念, 凡尘都把我们念叼叼, 念不叼吗, 凡尘都念得很叼, 都给我们买性物, 买造物, 都给我们买性物, 都给我们买性物, 所以我们要托念, 托离, 这个凡尘的, 那个强力胶, 不要给我们买性物, 托念, 然后内幅, 就是降伏, 我们要去我们买性物, 我们要去我们买性物, 就是因为我们买性内地, 都在追求这些物质, 我们就要给它降伏, 降伏呢, 我们那个内在的追求, 所有一切, 我们都能够降伏, 降伏它了, 内服啊, 这个很重要, 我们内心一笃定了以后, 和佛性本体定立就出来, 那假如说, 我们这个三心两意, 一直想东想西, 都追求物质的生活, 那就不容易降伏, 我们那个妄想心, 所以那个托年内服, 这个实际要去做, 那个公务要自己这个做, 那么符归, 原真, 降伏啊, 能够归到我们那个原真, 原就是本来, 真呢, 就是真的我们本体, 哦, 你看, 这个真的啦, 还是让我们真的可以耳根眼通, 不管是, 这个东西南北, 全部都在下雨, 所以你看, 我们那个佛性, 很严满, 整个都呈现, 哦,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那个吻性, 都有听到雨声嘛, 有没有, 对, 听到雨声就是佛性本体, 都已经呈现了, 虽然现在身体是在佛殿里面做, 可是我们整个佛性都充塞, 整个周间, 周围空间, 我们都充塞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修耳根眼通的殊胜, 很殊胜, 因为是有声音比较容易, 我们去比喻, 静悄悄的时候也是佛性听到的, 可是那个就比较不容易, 不容易说, 啊, 我有听到吗? 听到静悄悄的时候, 我们的法令都说, 不听也不听, 是不是这样? 当我们听到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会反映说, 有听也没听, 对不对? 没听也没听, 我们不会说, 有了有听也听, 就静悄悄, 不会那样说啦, 那个是研究心理心法才有, 才会说, 听到静悄悄也是佛性, 所以我们了解, 福归严真, 就是降福, 归到我们本来的真, 就是佛性本体真, 归到真心, 那么卫之修慧, 所以吻, 诗修, 三位, 全部都呈现, 如是吻, 如是诗, 如是修, 所以各位手上都有, 如是我闻, 就看看那个如是是怎么讲, 讲得很详细, 各位有听了没, 那个如是我闻, 有没有拿回去听啊, 那个上个礼拜, 我们有记五百篇, 五百篇的那个如是我闻,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带回去听, 而且带多一点, 给亲朋好友, 他没有来研究的话, 可以带回去给他听, 那手上资料也都有, 有那个如是我闻, 有那个张筹舞蹈记, 那张筹舞蹈记, 也都在各位, 那个椅子上面也都有放, 那要多闹的话, 旁边都还用, 可以多闹回去, 那个比较, 没有借进道场的, 没有实时在研究的, 可以听, 那个张筹舞蹈记, 比较白话一点, 如是我们是有比较深一点点, 这个是前写反应, 反应说, 那个要研究, 如是我们才听得懂, 看得懂, 那一般的话, 那个张筹舞蹈记就可以, 所以, 没有接近这个道场的话, 就鼓励, 他先从那个张筹舞蹈记入手, 如是文, 如是修, 这个日久功身, 花本明药, 就是修的日期已经久一点, 比较功夫深, 那功夫深的话, 他会花本, 就是花灰, 我们本来, 本来就是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明药, 就是光明, 照耀, 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它本来就很光明, 它就会花灰, 那个照耀功能, 所谓花本明药, 然后可以解开六个节, 就是我们落入环城, 就是怕哪会干, 把这个六个节解开了, 它就成佛了, 各位打开几个节了, 这边有写, 第一个就是动, 第二个就是静, 第三个就是跟, 第四个的节, 第五个空, 第六个美, 这个动就是反成所有动向, 我们反成所有的这些, 都是动向, 我们对反成所有动向, 已经都没有生命心了, 那个就解开动的节, 然后静,静悄悄, 是第二个节, 第二个节打开, 就是进入静悄悄, 也不住在静悄悄的境界里面, 那个已经也是蛮殊胜的景象, 不住的话, 就已经打开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解开以后, 就进入第三个根, 就是我们六根, 不给六根当家, 六根的绝也解开了, 那第四个就是绝, 我们有能绝, 有守绝, 那就是第四个, 那已经没有能守, 就已经打开了, 进入了空, 空就是什么像都不住了, 像都不住以后, 那个微细的还有, 所以那个第五个空解开以后, 才进入第六个, 第六个的魅, 魅就是极魅了, 到达极魅的状态, 就要恢复到本来, 所以这个六个节, 全部都解开就可以破五音, 五音就是我们五音, 五音色受响形式, 可以破除了, 能够破五音色受响形式, 超越五轴, 五轴, 结轴, 见轴, 烦恼轴, 众神轴, 命轴, 我们在五轴二世, 我们都在五轴奥世, 内内在显华, 所以我们破五音超五轴, 五音五轴都超越了, 就可以圣圆通, 圣物圆通, 所以我们各位前学, 我们刚才听到那个, 比较大的雨声, 你看是不是很远, 远, 有没有, 远, 然后有墙壁, 我们又通, 有没有通, 所以正物圆通, 正物圆通, 我们佛性, 具备的, 它就有这个圆通, 然后路三面, 就是进入正面, 我们佛性都整个启发以后, 可以进入, 如如不动的, 那个真如, 一针就一针就一切针了, 所以这个又比较深一点了, 针如, 一针一切针,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进入这个三面, 那么使节制, 已经契合本节里, 那么未知, 如幻, 稳心, 稳修, 金刚, 三面, 我们就是要了解, 加两个如幻, 就是要我们不住向, 什么事情都是变化无常, 那我们很容易住向, 所以在正式的修持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进入法职, 那个执着, 那我们用如幻两个字, 就会让我们对所有的一切, 那个修持都不固执, 那不固执的话, 就容易进步, 所以执着全部都去掉, 所以如幻, 然后稳心, 稳修, 就是我们要反稳自信, 那自信我们认识的不透彻, 所以要熏喜, 熏喜的久, 自然就可以很熟悉, 很进入,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佛性是鲁鲁不动, 可是我们讲鲁鲁不动的时候, 不容易体会, 所以或许才会用, 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 说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 我们那个按块门的一刹那, 绝对不可以放动, 一手一放动, 我们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 所以一定就是不能动, 鲁鲁鲁不动, 一按块门出来很清晰, 那我们的佛性呢, 就是这一个状态, 跟这个原理是一样, 它鲁鲁不动, 我们头虽然在动, 可是我们看到的景象都很清晰, 就表示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鲁鲁不动, 动的是身体, 佛性没有动, 所以看才会很清晰, 那我们就了解说, 鲁鲁不动的真鲁佛性本体, 就呈现整个空间, 这个要一直熏息, 稳心稳修, 不是说听一次, 就会了啦, 只会说我们已经是那个佛菩萨来视线, 他才会马上一点的通, 就可以全部恢复整个功能, 所以我们要稳心, 稳修, 就是一直进入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金刚三昧, 金刚就是佛性本体了啦, 三昧就是正点, 我们佛性本体本来就有, 就有金刚三昧, 可是我们都没有启发, 没有进入实际的修持, 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努力, 那么底下观世音菩萨, 自己信修, 次第解决修正的构成, 要怎么样来这个修持, 观世音菩萨自己讲, 那么这个经文不多啦, 出于养中, 就是开始修道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出,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五男, 用五男来修, 那观世音菩萨是在普陀山海边, 然后听到那个海浪, 海浪来的声音不是叉, 就很大声, 对不对, 然后他会退朝, 退了以后不是静悄悄的吗, 好没有, 他就一直在听这个, 一声音来了, 有声音, 声音气了没声音,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在用, 然后他就想, 听到的时候有声音, 吻, 那个吻性听到, 然后退朝的时候静悄悄, 也是吻性听到静悄悄, 所以他就听这一种声音在修, 所谓处以吻中, 然后路流往守, 路流, 就是所有的, 不管是动, 不管是静, 有声音没有声音, 他都一样, 让他不住在心上, 那个路流, 就是进入圣贤的末流, 那实际的奏法, 就是声响有, 声响没有, 一进来你的身以后, 你让他流走, 路流, 这样会吗,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路流, 在这个细数的时候, 虽然说进入圣贤的末流, 可是我们做功夫的时候, 就是怕我们住了, 住下, 声音进来了, 住在我们脑海里面, 就住了, 这个住不让他流走的话, 会不会形成障碍, 会形成障碍, 所以路就不要住, 让他流, 出流会远沉, 路流要造性, 路流要造性, 就是你听到声音以后, 那个听到声音的是谁, 就是佛性, 那路流以后, 是不是照见佛性, 所以路流就照见佛性, 然后我们精神外放的, 叫出流, 出流就跟环尘攀岩, 出流远沉, 阴远攀岩, 攀岩环尘, 路流照性, 出流远沉, 跟环尘攀岩, 我们众生在生活之中, 都是出流远沉, 没有路流照性,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听到声音, 没有去回光远照, 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遭遇, 没有照见本性, 现在我们做功夫的时候, 就是要一直能够回光远照, 就是路流, 就是不管你听到声音,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就是佛性听到, 只要记得是佛性听到, 不要进入生存, 声音的内容不要管它, 只要知道是佛性听到, 那个叫路流, 所以这个路流以后, 后面不是亡守吗, 就是要把那个能守都让它死亡, 能守啊, 所以或许不是讲吗, 能守就是事相, 用比喻的来讲, 我能看, 能看的就是我相, 守看的就是人相, 那守看的差别重生, 叫众生相, 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 是不是有能守就有事相, 懂意思吗, 往守啊, 就是把事相都让它消失, 没有能看的我相, 也没有守看的人相, 也没有差别重生的众生相, 也没有联系不断的受者相, 就是往守, 这样会了吗, 很细, 很微细, 就是把那个能守啊, 让它消失, 没有能守, 那我们只要没有能守, 就没有对待, 没有对待, 就真的照见本性, 本性就是没有对待, 所以路流往守, 照见本性以后, 把所有事相都去掉,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事相, 这样会吗, 比如说, 我们在清掃自己家门口的垃圾, 在清掃的时候, 那个心态, 假如说要让它滑滑, 你在清掃, 人家会把你滑滑, 对吗, 对不对, 人家会说, 那些很久了, 都会这样外面, 少少穿去, 人家会成长, 对不对, 那我们有经过人家称赞, 以后你再清掃, 等不等待人家称赞, 这个叫能守, 那假如说我们是一种心态, 我家的头巾, 我自己撒到清去, 这是我应该做, 这样就没有能守了, 这样懂吗, 是不是差别很小, 在心里面, 我们心有在想, 让人家晒落, 那个就有能守了, 你心想说这个我应该做的, 那就没有能守, 这样懂吗, 所以凡神, 只要我们做事, 是我应该做的, 就没有能守, 那我们有期待的心, 那个就有能守, 这样会吗, 那我们生活之中, 能守多不多, 就表示, 我们不是从佛性在生活, 都是从现象在生活, 那现象生活之中, 都有能守, 那我们在佛性, 生活之中就没有, 没有能守, 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 这个往守, 就是要自己努力, 往守了以后, 才没有事象, 那没有事象以后, 佛性才整个呈现, 那我们有事象, 就有六道人回, 这样了解了吗, 那么守路, 记集, 那个前面的往守的守, 跟路由的路, 这两个全部都集, 集就是努力不动, 守路, 记集, 都已经到达如如不动, 就是已经很理想的状态, 可以造性了, 可以离掉能守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守跟路, 守就是往守的守, 路就是路流的路, 守路记集, 都已经到达如如不动了, 到达最理想的状态, 动静恶相了然不深, 到达这个时候, 就已经动跟静了两个相, 了然不深, 这两个形象都在, 动静恶相, 相都在, 了然就是清楚了解, 可是不在心中产生, 这样懂意思吗, 动静恶相, 现象都有, 可是我们的心, 已经超越动静, 这样了解吗, 在实际的来讲, 就是我们听到有声音叫动, 听到没有声音叫静, 那我们假如说还在声音的有跟声音的没有, 那就会我们心中的动静都很明显, 那已经超越了, 有声音跟没有声音, 我们都超越, 这个叫动静恶相, 了然, 可是不深, 不在心中产生作用, 这样有了解吗, 就是对凡尘的所有声响, 你都可以很超越, 就是了解到, 所有动静, 所有凡尘的有声音没有声音, 都是沉静, 凡尘的景象, 那凡尘的景象, 都是变化无常, 你都可以不在心中咒, 不在心中产生影响, 这个叫了然不深, 这样有了解吗,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不是说灭掉所有声响, 不是灭掉所有动静, 不要, 不用灭, 是我们的心超越, 我们的心已经超越了, 直到凡尘所有动有声音, 所有静没有声音, 这个都是凡尘的诗, 都是成功, 这些让我们牢牢陆陆陆, 那我们已经不在这一个牢牢陆陆的现象之中, 所以叫做了然不深, 那已经蛮理想的状态, 可是不要助, 如是见真, 要还要渐渐的努力增加, 就是要向上再精进, 见真, 闻, 手闻, 近, 闻就是能闻, 那就是手闻, 能闻跟手闻都近, 就是没有能闻的我, 没有手闻的声响, 没有能手的, 没有能闻的我, 没有手闻的声响, 所以闻, 手闻, 近, 已经近了, 要了解哦, 能闻的我, 手闻的声响, 都在哦, 只是心超越了, 心已经超越, 能闻跟手闻, 然后呢, 近闻不住, 那个闻已经近了, 又是很理想的一个境界, 可是不要住, 一住了就进步不了, 就没办法进步, 所以哦, 那个闻已经近了, 近闻又不住, 然后下来啊, 那个闻, 那个闻心又进入, 那个绝了, 进一步往到绝, 那个第一个绝啊, 就是能绝, 那后面手绝, 这个能绝啊, 跟手绝空, 能绝, 这个时候啊, 进入到, 已经没摸到佛性的边, 那个能绝, 以及手绝, 能绝手绝都空, 不是有形有象, 都没有, 都是空, 能绝跟手绝啊, 都是空, 然后呢, 又不能住哦, 就进入, 那个空绝局缘, 空跟绝啊, 它到达极点, 都很圆满, 圆融, 所以呢, 那个绝, 所绝空, 空绝局缘, 到空绝啊, 能够呢, 很圆满, 圆融, 那么底下呢, 空, 手空, 命, 这个呢, 能空跟手空啊, 都命, 没有, 没有能空, 也没有手空, 到达这个时候啊, 就已经所有的, 樊尘的生命都完全解脱了, 所以到达生命继命, 所有的生命都全部灭掉了, 极命啊, 就现前, 那个极命, 就是已经呢, 佛的果味呈现了, 极命现前, 所以呢, 从那个路流往守, 一直到极命现前, 这个就是呢, 修持的构成, 就是这么的, 那个简单二样, 很容易的, 只要我们呢, 这个努力啊, 这个修持都可以达到, 那么上啊, 这个丙寿, 法门是教, 就是丙寿啊, 那个观世音, 古观世音佛, 那个呢, 就是教, 那么此极啊, 依教, 手起之修, 按照那个教, 然后呢, 我们呢, 真正的实际啊, 来做, 那么施以吻中则, 即最初呢, 由耳根的吻性之中, 下手起修, 这个呢, 又详细的来解说, 那个观世音菩萨, 系数的那个构成, 那么以吻耳根, 之中的吻性啊, 这本觉理, 本觉理啊,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那个叫本觉理, 然后取如幻啊, 是死绝制, 那个死绝制啊, 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本觉理生发出来的, 那如果怕我们哦, 住在那个死绝制啊, 那个很殊胜, 很理想, 所以加两个如幻, 就要了解说, 这个虽然很好, 可是呢, 是一个修的构成, 我们要用的, 到达目标就不要了, 所以用如幻, 让我们不住相, 那么为能观呢, 这观制, 那个死绝制啊, 就是能观的那个观制, 能观的智慧, 即妙观察制, 就是我们的妙观察制, 以能闻, 这个因生之闻性啊, 为守关键, 这个呢, 后面啊, 就是守闻, 前面呢, 就是能闻, 前面呢, 能观, 后面就是守观, 这样了解吗, 就是有能守啦, 那我们做的时候啊, 不是说一下子, 就把能守全部去掉, 是要有那个, 构成, 要有手段, 要有方法, 这样知道吗, 死绝制啊, 那个开始观照的, 那个智慧, 那个叫能观的智, 然后我们守观之静, 就是守闻的身下, 就一定呢, 会有能守, 这样了解意思吗, 就是修持的构成啊, 我们要, 就是要经过, 要经过的时候, 要有能守, 要有能, 有守, 能观的妙智慧, 守观的那个静, 是什么样的景象, 是我们所面对的目标, 是要很实际的去做, 做的时候很明显, 做到成就的时候, 才把能守去掉, 这样了解吗, 是有一点, 因为很细腻, 所以是有一点感觉, 里面很复杂, 其实做起来习惯, 是很容易的, 还没习惯之前, 就是稍微用一点心, 不要偏了, 一偏它以后, 功效就没有, 所以开始就是小心一点, 内不依望式分泌, 就是不要用心意识, 外不随生辰流转, 外面不要随着生辰流转, 那个能够听到声音的佛性本体就好, 从根中本觉的妙理, 本觉就是佛性本体, 那个理就是佛性, 我们那个奥妙的佛性, 从根中本觉妙理, 起如幻时节的妙制, 这个起, 那个时节妙制, 是从本觉妙理出来, 所以这个理制是一体的, 那么以制来造理, 吻心吻修, 我们就来吻心吻修, 不可凑用因心, 这个我们因心一定不能凑用, 日常生活之中, 惯用的是世心, 而世心是修到最大的障碍,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日常生活很习惯用的就是世心, 世心是生妹的, 那我们不能用生妹心来修, 一定要用不生不妹的心, 修不生不妹的道,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世心就是我们修到最大的障碍, 不能够成就, 都是用世心在修此, 在做事, 那么用此生妹的世心修到, 决定也不成就, 就是千生万世, 都受危险, 所以一定不能用, 所以必须舍世用根, 舍掉我们的世心, 根层相对的那个心, 不要, 就是用我们根, 万年放下一面不生, 那个佛性本体, 那个根, 根源, 根中所具备的本觉, 我们六根里面, 都有不生不妹的佛性本体, 才是成佛的正因, 我们成佛的主要原因, 就是不生不妹的, 那个真心佛性本体, 那个一定要启发, 要认识, 那么一知为本, 修阴, 自可严惩, 构地修正, 找到不生不妹的心, 自然就可以修到佛的地步, 那么陆流往守, 陆流是对出流来讲, 而跟水稳出流, 会追逐声音, 是解辅之缘, 我们的伯条条都是这样, 都是我们随着生成, 然后一直追逐, 才叫伯条条, 寻生固流转六道, 追寻的声音, 我们去做, 才会流转六道人回, 也是我们, 无始以来的习性, 精神都外放, 所以起后造业, 迷惑了, 不了解真理了, 不了解那个实际的状态, 起后就造业, 因为业, 造了业就要受苦, 那么若能缓稳, 就是回光缓照, 缓稳, 陆流就造心, 我们刚才讲的, 能够陆流, 就是缓过来看, 那个听到声音的是谁, 那个就是佛心, 陆流就造心, 即使解脱这辈, 我们就有办法解脱, 棘手为你回头是岸, 精神只要一回头, 立刻到达清静的彼岸, 当下即使, 佛性前提都记住, 不缺分毫, 一点点都不缺, 不缺分毫, 没有三心四相, 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这个重要, 就是要了解说, 我们本来佛性都记住了, 没有三心四相, 可是我们都把它不善于运用, 就有那个三心,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尤其我们年岁月大, 就会活在过去的景象之中, 过去心很浓厚, 所以跟老一辈的人聊天的时候, 他就好像那个录音带, 那个导带, 所以你跟他讲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他都讲相同的事给你听, 那个就是生活在过去, 然后我们要了解, 我们有过去心, 有现在心, 有未来心, 就被三次射受, 过去心, 就是过去世, 射受, 把我们起起, 然后现在心, 现在是射受, 未来心, 未来是射受, 然后我们被三次一射受, 有过去世, 有现在是, 有未来是, 就是六道人回来, 然后我们没有三心, 过去心过去了, 不要去想, 我们想过去被人欺负了, 二度伤害, 那假如说想过去如意了, 他不会回来, 所以过去就让他过去, 然后未来你不要策划, 你策划未来, 是我们身体要用, 佛性不用, 佛性你不用策划未来, 所以你策划了, 赶不上变化, 所以不要策划, 然后不要有现在, 现在不住, 我们说现在, 已经两秒过了, 现在又过了, 现在又过了, 所以现在不住, 过庆已经过去, 未来还没到, 现在不住, 三心都没有, 三世射受不住, 三世射受我们不住, 整个不生不昧佛性, 呈现在眼前,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年岁大的, 不要胡思乱想, 为什么, 因为念头就是业, 我们起心动念, 在想, 那就是厉害, 那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累世, 轮回太久, 不可能不照业, 然后业, 它已经形成在西空之间, 你不要胡思乱想, 它不会来, 让我们遭遇, 那你一直胡思乱想, 就是这一个眼, 把你往前, 前世, 前前世, 那一些叶, 把它拉来, 跟你现在的缘, 因缘, 会合, 你就要去遭遇, 那你遭遇的时候, 你会怨天尤人, 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 又没有做坏事, 怎么我的遭遇这么坎坷, 不通顺, 它不知道是自己胡思乱想来的, 所以要跟老一辈子讲, 过去让它过去, 不要再想, 再想了往后的遭遇不通顺, 会使自己身体, 那个血液循环不流畅, 会有病, 要跟老人家熟, 我们都缺少这方面宣导, 所以一有空闲的, 营业也是在营业, 就要忘记, 所以有台北道清州讲, 他偷偷都生出来, 不让他想到浪费, 不要那样, 那样造了月, 受苦的是自己, 所以我们要做营串仙仙, 可以怎么做吗, 做营串仙仙, 都耐心不应吗, 我们在心中无用, 对吗, 在起心半量都很无用, 那我们就不要起心半量, 做营串仙仙, 一样都不要生, 整个佛性本体都呈现, 跟佛都没有两样, 都一样的, 理不理想, 很理想, 就是我们要做, 还十五分钟, 各位要不要问问题, 不问的话, 我还要再讲, 再讲课, 要问还是要讲, 有问题一定要问, 所以这个友谊不问, 或许多讲, 我们不要把那个正面的, 当成负面, 我们不是有这边, 这个晚上可以不用睡觉, 白天不用吃饭, 甚至都不用呼吸, 有没有, 你看这个都是, 那些都乱晒收, 这些都收到, 他这个第四场的状态, 都要呈现了, 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什么, 哎呦, 人们都在睡, 我没睡, 这样才不可以, 这样我来做医生, 然后吃了东西, 身体就不舒服, 还勉强吃, 不吃不可以, 大家都在吃, 吃吃的辛苦, 不舒服, 再来做医生, 然后, 还不用穿起, 这样我也有问题, 就再来做医生, 不是把正面都变负面, 所以或者就鼓励, 我们人是半婴半凉, 你假如说, 这个晚上, 精神都很好, 不用睡觉, 那就不要强迫自己睡, 那也要出门药, 吃到后来都神经麻痹, 不要睡就不睡, 只是那个时候, 不睡的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 我们人会辗转反侧, 都是头脑不让它清醒, 他晓影都在晓晓晓, 那个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在那种状态之下 就脸和脸放下 一念不生 然后就去体会 那个整个佛性呈现的状态 你白天的大家起来 你就跟着起来 晚上要躺你就去躺 不躺也可以 可以不倒单 不是有人不倒单的吗 我们知道那个水口 广青老和尚 那就是不倒单 就是晚上不躺着睡觉 那你精神好就可以不用睡 不是又多人一倍时间了 肚子不饿就不要吃 你感觉说大家在吃 我没吃不行 那你泡一点那个柳子的 那个什么粉来吃就好了 那不用呼吸也不要呼吸 那个毛细孔会呼吸 我们要了解到 修到后来的时候 真人呼吸一种 就是我们脚底 真人的呼吸 从脚底 脚底在呼吸 不用鼻孔不用毛细孔 是用脚底在呼吸 那你可以不用睡 可以也不用吃 可以也不用呼吸 已经到第四禅了 初禅是离生喜乐地 离开欲界的生死 进入那个喜乐 然后二禅就是定生喜乐 从定从性分之定产生喜乐 三禅的时候就离开喜乐 进入妙乐 进入妙乐三禅是妙乐 所以我们了解 到第四禅舍念清静 那个第四禅的舍念清静 不用吃 不用睡 不用呼吸 然后差不多接近 就可以进入四空天 进入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飞翔 飞翔天 那再进一步最高 就是魅寿响殿 就是那个大家社 现在在云林的那个基祖山 入那个魅寿响殿 他要等待我们弥勒祖师下身 那弥勒祖师在多久下身 我们这边浅显不是讲 五十六亿万人 他要在那边住五十六亿万人 不用吃饭 不用睡觉 不用呼吸 要兼够五十六亿万人 很理想的 不要把它当成病 去给医生看的话 医生头大了 这个头很大 后来还有一个医生不错 说你去研究三度空间 不一样的啦 那个整个都不一样 所以或许都鼓励人家问 你不问的话把好的变坏的 追加糟糕了 所以或许有听 有一位这个千贤讲 说他就是因为晚上睡不着 一直吃那个安眠料 然后安眠料吃一年 后来都没笑 吃的没笑 他未来睡不着 他很烦恼 结果就自杀 自杀的时候喝农药 那喝农药在河边喝 他喝了以后很难够 那个河边那一些杂草 都被他拔 拔那一些杂草 可见那个难够的程度 啊 我说 年岁大的 那个睡不着觉 那个是器官老化 都已经用过头了 那个跟修是不一样的啦 那我们年纪轻轻的 这个睡不着觉 那个痒比较充足 所以不同 那个状况是不同 老年人啊 器官退化 所以会有老人痴癞症 然后我们年轻一直修 万年放下一念不生 那个一念不生 不是老人痴呆的 那个是修出来的 你现在说 要不起心动念 那困难 不修的话 很困难 你要修到一念不生 是要经过长远的时间 修此才可能 那你修到一念不生 整个佛性本体呈现 那有没有身体没关系啊 你都在佛性之中了 整个西空法界都是你的法身 不是最理想的吗 所以一定要问啊 友谊要问啊 不要变成负面 没想要在修 哦 修到这样 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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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本期都累积到 就了 不能用 嗯 所以要问 还有 还有七分钟 要不要问啊 都没有问题啊 这么好啊 哦 这个 我许以前啊 这个在 在努力追求心理心法的时候 就是找不到人问 这个问啊 我们是可以问 可是回答的问题 我们不会满意 这个回答一定要按真 按照真理来啊 你讲出来不合真理 人家哪会听啊 哦 好 请说 请问约翰师 明日只是 要办 收颖 后后收颖 说你十六亿万人 那什么说 就是什么 你只是十六亿万人 好 请坐 这个哦 这个在现象之中啊 哦 因为 所以 明日主持下身啊 我们收颇世界的众生啊 平均的寿命啊 八万四千岁 那我们现在 众生的寿命啊 都不满百岁啦 所以要到达我们收颇世界 众生的寿命啊 都能够有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 那要经过很久的时间啊 那要经过很久的时间啊 所以以那一个现象来推测啊 大概就是要经过五十六亿万年 可是我们要了解那个是现象 可是哦 现在哦 现在啊 我们迷了指示啊 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啊 不是 我们不是说嘛 十四古今啊 不理当年 有没有 还记不记得 就是啊 十四哦 古今啊 我们十四呢 就是过去四 现在是 未来是 三四嘛 那三四各有三四啊 就九四了 过去四啊 有过去四 现在是 未来是 现在是啊 有过去四 现在是 未来是 未来是啊 有过去四 现在是 未来是 加起来不是九四了吗 然后我们哦 现前的一面 加起来不是刚好有十四吗 那十四的古跟十四的金 跟往后 千亿万年前 千亿万年后跟现在 我们现前的一面 就既备了 既备啊 万万年 所以以往的庄严觉 往后的星宿觉 现在的玄觉 不是各有千佛吗 都有千佛 庄严觉的千佛已经过去了 既备了千佛 现在啊 弥勒主持是第五位 那后面还有 九百九十五位 那我们这个 这个 绝 既备过去啊 还有星宿 天上那个星宿觉 还有千佛 所以哦 那个时间啊 是非常的长远 可是呢 所有的 长远的时间啊 是讲下 那我们的哦 那个理啊 真理 就在当下 我们现前的一面 我们之一面啊 既备啊 千余万年 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追求啊 那我们追求啊 就是追求眼前啊 从主的 现前的一面 就已经呢 具备了哦 所有的哦 哦 那个啊 佛菩萨呈现 那你听到吗 比较抽象啦哦 所以你要用真理的角度呢 来看 真理啊 是鲁鲁不动的 现象是千变万化 那我们了解千变万化 我们住在鲁鲁不动 这样讲哦 了解意思吗 就是我们呢 面对啊 千变万化的现象 我们不要住下 然后呢 我们哦 记得住在哦 鲁鲁不动的 那个佛性本体之中 哦 跟佛没有两样 是一样的哦 那现象呢 就让那现象 哦 我们只要都不住相 离相 后面两个字呢 明佛 离相 明佛 只要都离相了哦 形象的相理了 语言的相理了 文字的相理了 事情的相都理了 就叫佛啦 那这样会影响 所以哦 如果要说看现象 千变万化 看不下去了 所以哦 让它自然去变化 然后我们住在 如如如不动的哦 真心佛性本体之中 所有万象啊 万事啊 也都是佛性的 生化的啦 没有佛性的话 就没有万象 就没有万事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好 请搜 好 请搜 对 因为现在哦 这个三桃大概普度啦 所以不管哦 是一些七天神仙 因为我们要了解哦 当七天神仙啊 他都是对凡人哦 有直接的贡献 就是哦 有帮助凡人 他才进入啊 那个七天神仙 那假如说哦 他哦 这个想啊 把这个度化众生 不在七天神仙享乐 那我们哦 也可以度他求道啦 所以哦 我们要了解 那个道的殊胜 哦 你七天神仙呢 都有那个期限 哦 你做了多少的好事啊 有多少的福报 那个年份哦 那个期限 都有一点 那只要哦 那个期限一到 你又进入人为了 那怕我们在 当七天神仙的时候 哦 骄傲 都被人在拜的时候哦 不知不觉了 就骄傲 骄傲以后哦 他的气数一到了哦 一漏入了就散热到 人到都没有机会啦 所以哦 有那个机缘的话 他如果整天晚上 都去给你拜祷 你就要拜祷了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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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